刚刚透过新闻有看到在印度菩提加爷 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能煮出菜肴 也进行了很趣味的竞赛 接下来早安慈悸请单元 就要带您一起深入来看这个活动背后的用意还有用心 马上邀请在当地承担教育组 马来西亚慈悸志工石惠丽师姐 师姐早安 主播早安 全球观众大家早安 好我们在上一则新闻中有看到 大概是六七年级的孩子靠着自己煮出菜肴 还很用心而且很有创意的摆盘 马上就想请师姐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子的活动呢 是因为今年我们在校园推广的人文教育主题是 红法立身信愿型素食共善护大地 就是为了响应上人的推广素食 所以我们的慈激教育团队 就在学校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 那所以这个主菜活动当天呢 参与的学生有六七年级 那跟我们的海外志工 还有我们的本主志工 还有年轻人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有的就挂布条 有的就是像有些老师 就带着找到的学生就一起整理场地 因为就是学校的场地很多垃圾 那学生们也挤带那个烹饪的餐具 然后大家也准备家用的牛粪笔来作为燃料 这样不仅如此 有些学生还自己准备了简单的那个香料 那学生他们就是用学校附近的现场的那个状块 来变成那个罩子 然后就开始期货 然后所以现场是很那个很烟的 然后可是大家就很兴奋很开心 因为没有试过这样的感觉 然后教育团队呢 也准备就是一组有两样的菜肴 跟一种水果 想要让学生呢发挥那个创意 去摆盘啊 再烹饪这样子 然后学生还要分享食物的营养 所以当学生看到自己的煮别的菜 他会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拿到什么菜 那就要想办法说 怎么去解决问题 那有些菜 其实他们平常煮的菜像是豆子啊等等 所以他们看到是菜叶类的时候 他们就怎么煮 我们都没有煮过这样子 可是他们还是想尽办法 就是可能变成沙拉那些菜 这样子 这真的是也考验大家的创意 是 大家都好用心哦 不过讲到这个过程 也感觉很像是回到我们以前学生时期 也是有这种出去露营的野炊课 回想那个时候 其实煮菜过程中 因为年纪还小 一定是非常手忙脚乱 那这一次呢 他们是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吗 还是中间其实有很多幕后的小插曲 可以再跟我们分享更多 有啊 就是很多 就是因为是小小孩 小孩六七年级 当然一定会有手门脚乱 因为是也是我们教育团队第一次办这样子的 素食朋友比赛 现场状况 很多状况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孩子是用牛粪饼当燃料 可是他其实没有活种 就是他们的生活上都是用那个塑料袋来起火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现场的那个味道是 哇 我的天啊 很毒啊 就是有毒那个气体 所以幸好感恩就是我们有医疗组的经验世界 就来赶快说 不能不能再用这个塑料袋起火 赶快纠正大家说 用纸张来起火 避免产生毒素 这个也算是事实上上人讲的 我们要借机教育他们 让他们把这样子的卫生观念可以带回家 不过其实认为我们最感动的惊喜是 这些孩子的切工真的很像大厨一样 切得很好 都不用怕切到手 而且摆盘他们去摆得很漂亮很美丽的 所以当然比赛是有那个名次的 那可是我们最主要是让孩子享受在烹饪过程中 他学习到说很多营养 其实不用杀身就可以获得就是那些营养这样子 这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 而是教育组入校推动静思语及人文教育的其中一个环节 那要吸引孩子就要校设计非常不同的教案 也会到不同学校来进行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教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教育组 我们其实是入校去互动 其实从2023年的开始 3月开始 这样有点像台湾 大爷妈妈入校讲故事的模式 我们是一个星期一次 所以校方允许的时候 我们才走进去 那一天进两所学校 一所学校大概有两班到三班的学生 这样子 我们就去带动静思语 去看他们的品格教育 人文教育 所以这样一年多来 其实我们进校带动了602次 而且教过了18129位的学生人次 所以其实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们很喜欢上字堂人文课 因为不是上人文课时间 他们在路上遇到我们都会说 老师 志工 志工 志机 志机 你们会几时来我们学校 他们就会来跟我们打招呼 真的是蛮感动的瞬间 所以其实这样带动下来 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相信还有更多感动的故事 是不是也有看到有孩子的改变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有 像其实像是我们尤其 有那个像客服班 然后我们的有志工会议的孩子 他现在读二年级 那他去上客服班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志工教他说 要帮助很多人 客服班一结束过后 他就是刚好附近有小孩 是不会英文数学 他就说OK 我就教你吧 他就把他所学的 教一年级的学生 然后就像最近像我们在一所学校 推这个素食的时候 在苏利普拉政府学校 他的孩子就是我们给他 就是刚才讲的烹饪比赛 结果后来有一天 校长就讯息跟我讲 师姐 师姐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 要去村庄推动素食 我说就是要这样子 就是孩子自己愿意说 我愿意我去 而且我们要全印度的人 一起来吃素 所以我们就是挨家挨户 去跟大家去村民宣导说 吃素的好处有什么 你要不要来响应 要响应来签名 所以听了就会很感动说 原来校长也配合怎么去做 然后老孩子也愿意说 走 我们就去 就这样子去带动更多人 一起来吃素 所以像那个小女孩 她是已经找了128位 村民来响应素食 看到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而且有成果 其实孩子都是心宽念存的 透过教育 在他们心中拨下了爱与善的种子 相信这些都能成为他们日后 在成长路上非常棒的资良 感恩惠丽师姐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